天母感恩堂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恩典就是 我们的前面都是很清晰 没有什么挡到不在巷弄里面 一经过都看得到 所以神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恩典 在这个地方建立神的教会 让神的家充满了神的爱 Amen 好 感谢神 待会美玉进来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次欢迎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 《检视生命的境界》 也是谈到一些生命的根基 谢谢你 我还没讲你就开始回应了 我们青年的牧区也很特别 今天是温姐在楼下讲道 跟青年讲道 那谁知道青年牧区的讲道题目是什么 有没有人注意看周报的 所以来我们试试看 看看我们的周报 请问答案在哪里 在内页的左边下面 服饰同工的那个表格当中 有一个区块 那我们大堂的讲道的题目在左上方 那青年牧区的呢 就在这个表当中 有一个小小的标题在那边 种了一棵春天的树 这也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也得不铺干 然后呢 凡他所做尽都顺利 那这也是一个生命当中 看见的一个果子 那昨天很特别 有来的人举手 昨天有来的举手 多 知道是谁结婚吗 新郎跟新娘不在这里了 因为他们今天不在这边 好 袁健跟谁 小妮对不对 小妮还是小妮 小妮吧 好 昨天他们在这边 举行他们的婚礼 我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小广告 但是广告的人物 绝对不是他们 所以先讲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那个 泰国的一个广告 这个 好 也是一个婚礼 还好他不是昨天的主角 好 我们就到这边了 他这个手机的广告 但是 有点幽默 婚前要看清楚 你发现有些 人的外观是装出来的 那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有一些元素 可能 也是装出来的 那这些只有在真正的 被检视过之后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 比较清楚 有谁知道这个照片 有谁有印象 因为照片当中 非常有一个特色的 就是那个 邪全家福 你们有看到吗 好多照片当中的时候 因为那个邪全家福 就在那个地方 台南是我的家 在两年多前 过年的时候 回到台南的时候 刚好就遇到了 这个地震的这个事件 然后这个事件 整栋大楼这样倒下去 我们看到 后续的一些照片当中 你就看到 有保利笼的柱子 有空油桶的柱子 很多的重要的那些结构 放置的都是这些 不能够支撑 大楼的这些材料 我想我们还记忆犹新 两年前的 桂冠大楼的一个情况 所以 一栋大楼 必须在一个检视之后 才能看到 它的真实的内貌 可是到了 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很多事情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的生命 如果有一天 可能不像刚刚的广告 刻意把它装成那个样 那 如果 我们到了人生 最终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我们生命原来是一场空 那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马太福音在第13章 这边有一段的经文 帮助我们去回想 我们生命当中 该着重的一些事情 我们一起来把它读完好了 我们请应方式 单初节我来读 当那一天 耶稣从房子里出来 坐在海边 他用比喻 比喻对他们 讲许多道理 说 有一个撒种的 出去撒种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济不生 发苗最快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 把它挤住了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耶稣回答说 因为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所以我用比喻 对他们讲 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见 也不明白 因为这百姓 由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耶稣用比喻讲道 这是他经常讲道的模式 那像刚刚的影片 其实他也有一些 寓意性的一些作用 当然我用这些影片 也都是有一些 特别想要提醒大家的 上次的影片告诉我们说 有一些是广告 你看看就好 记得吗 但是有些事情 你不能把它当广告 参考参考 你必须很正式的去面对 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问题 这次的广告 让我们看到 有些是在外在当中 可以卫装的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 我们内在的 它可以持续到永远的 圣经当中提到很多 工程试验的那些的 的那个例子 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 那17节我们再把它读完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 要看你们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所以我要问一个问题是 请问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 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 他刚刚门徒有问 那耶稣有回答 为什么 好 二选一就好 是为了让他们更容易清楚明白 还是为了让他们不明白 你觉得 有点吊诡 好 赞成 听着就明白的 举手 有一些 然后让他们听不明白 弄得稀里呼 有没有 举手 不明白的 那有一些人是什么 你们 你们有中间答案了是不是 按照讲比喻就是开了一个窗 让我们比较容易去听 或比较容易去懂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才会讲遇到故事 小朋友都是这样 对不对 圣经故事之前 我们要讲遇到故事 遇到故事就是 让这个更浅的道理 能够让人听得懂 所以在讲比喻的时候 按着比喻本身 刚刚讲那个比喻有没有难 有没有人不懂 其实我们都不是农夫 我们也懂 土壤有好坏 然后 有肥沃的土壤 有比较不肥沃的土壤 那也有营养被吸光的土壤 然后你就必须要 调整土壤的养分 我记得那次去 丽霞家的时候 刚好他们家的一块地上 正好在施肥 我就看到一些 有机的肥料 就是撒在土壤上 准备让趁着下雨的时候 就能够被慢慢稀释到那个土壤里面去 那我相信那个时候 在种上他们的那些青菜 一定长得非常好 可是你知道 同样种一些的植物 它养分 它所需要的养分就被吸收掉了 所以你在第二次种同样的植物 其实长得就没有第一次好 有没有发现这样子 尤其用培养土种东西 你就发现常常是这样子 第一次种 哇 长得好漂亮 可是你隔年再种 那个土壤其实已经没有养分了 因为它是有限的 跟大自然不太一样 大自然的土壤 因为有雨水 有太阳 所以它会产生一些的变化 可是你的盆栽基本上就是这样 养分被用光了之后 它就没有养分了 所以下次再种 你就发现长的东西就有点比较小颗 甚至会长不好看 所以这一节经文当中 就回答我们 它说 以赛亚书的原来的预言是这样讲 它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 心蒙止油 耳朵发尘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忍过来 我便得医治 如果按照这经文 原来的红色的字 就刚刚我们读的 马太福音同样的经文 我们就会看不太懂 好像看起来 神 耶稣用比喻 是为了使他们 耳朵发尘 听不明白 好像是这样子 可是在原文当中 你把那个使这个字 跟恐怕这个字 把它变成绿色字 我们再来念一遍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要听 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要任凭这百姓 心蒙紫油 耳朵发尘 眼睛昏迷 免得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便得医治 你有没有发现 谁是主动 就不是神主动 使他们变成这样 是百姓自己选择这样 懂意思吗 是百姓选择 不想听 不想看 不想明白 不想得着神的医治 因为他们 印着心 他们印着心 所以当时 以赛亚针对百姓 所预言的部分 就是指责他们 印着心 不想明白 所以耶稣也同样 这经文告诉 当时的门徒 让他们能够从当中 了解这当中的关键 比喻基本上是 容易明白的 但是不能够明白的是 他内涵 他隐藏的内涵 所以后来耶稣 就跟门徒解释了 那今天我们没有 特别去看那些经文 等一下我会再 再谈到这个部分 那就提到了 他为什么要用比喻 因为他说 天国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讲的是 门徒们 跟随他的人 有心要知道的人 跟旁边讲 有心要知道的人 就可以知道 可是印着心 任凭自己 不想听 不明白 也不想看见的那些人 他们就看不见其中的 隐藏在里面的 神的心意 他们只是看到表面 反正土壤有好坏 那有长得三十倍的 有长得六十倍的 一百倍的 那荆棘 长起来 长不出好东西来 大家都能够知道 那个意思 可是这到底在讲什么 那才是重点 那耶稣说 这有关于 天国的 奥秘 马太福音 一连耶稣讲了 七个 天国的奥秘 第一个就是 这个杀种的比喻 然后第二个是 拜子跟麦子 一起长的比喻 还记得吗 之后讲到 芥菜种子 然后小小的 然后长大变大树 之后讲到 面教 后来讲到宝贝 再来谈到猪子 再来谈到杀网 然后往起来 有好东西 有东西是 不值得存留 就丢弃 一连的这七个比喻 其实就关乎到 整个天国的 整个的发展 那这个部分 我没有多时间讲 它一连的 事实上有 特殊的关系的 那 它每个比喻当中 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天国的比喻 讲到人心 如何的反应 这个反应就有 四种不同的 田地的状况 这就是 啥种的比喻 第二个 讲到败子的比喻 就谈到说 有好的 有坏的 混杂在教会的里面 这个在历史当中 教会的历史当中 都曾经出现的 不是所有人 来到教会里面 他都是真心 要来寻求神的 所以 耶稣讲了一个 败子的比喻 天国当开始 展开的时候呢 进入教会的 阶段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人 混杂在其中 但是 教会会像 借财种一样 仓大起来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 整个教会历史 发展非常的快速 到目前来讲 基督教还是 在全世界人口当中 信仰的比例是最高 因为 我们知道 神预言 他像借财种一样 会发望起来 谈到面教的时候 就提到 教会经过了 一些历史当中的时候 就发现 有些异端的东西 进入教会 所以面教就谈到 异端 渗透到教会里面 然后宝贝 寻找宝贝 然后就谈到 改教的过程当中的 一些重要的教义 被发现 还记得天主教 曾经一度的腐化 后来 马丁路德改教 然后谈到 阴性 称义的道理 到现在我们 还受惠在其中 所以那个时代 是宝贝的比喻 被写明出来的 之后谈到 朱子 当谈到 教义的部分 还是停留在于 神学 观点上 可是到了 朱子的部分 就要变卖 所有去买 那个朱子 谈到的就是 一个生命的追寻 碰触到 更内心的生命 不单单只在 教义上去谈 最后 到了 最末了天国的阶段 就是 撒网的比喻 捞上来的 一些有 价值的 就收 进 国度里 然后呢 那些 杂乱 无用的东西 就抛弃 这讲到 将来的结局 就是这样 所以一连着 七个比喻 把整个 神国的 发展在地上 教会的历史当中 就讲得很清楚 那 十五节 我们看 新一本 有这样一个解释 我们读红色的 因为这人民的 心思 石顿 用 不灵的 耳朵去听 又闭上了眼睛 免得自己 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面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好他们 所以这是百姓的 悖逆 他的选择 耶稣用比喻 对众人说 有几个原因 第一 比喻如果不解开 人就 是懂 非懂 懂的是表面 可是不懂的是内涵 因为一个比喻当中 它有表面的意思 同时还有寓意 但是耶稣 如果不解明 那个寓意的部分 他们就是 是懂 非懂 仲天的这个事情 对他们来讲 很通俗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看得懂 那个比喻的 本身的意思 可是这一定 到底讲什么 他们就不明白了 所以天国的奥秘 耶稣说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只叫门徒 跟随他的人 想知道的人 他才向他显明 阿们 然后门徒有个特权 跟旁边讲 门徒有个特权 什么特权 门徒有个特权 就是可以问 而且有机会问 你知道能够问 然后主会回答我们 是何等大的恩典 你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你真正都不明白的时候 你就祷告向神求问 神是可以让你问的 而且神 当你问他的时候 他愿意告诉你答案 这才宝贵 这跟外面算命的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神是完全知道你的需要 他会让你明白 所以天国的奥秘 只向门徒显明 而且门徒有个权柄 就是可以问耶稣 好 我们感谢神 知道天国奥秘的人 是有福的 这是耶稣所给的一个结论 知道这个奥秘的人 是有福的 然后呢 后面当然提醒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你听了 你也明白了 但是重点是什么 如何回应 回应才是重点 这也是那一年 过完年之后 我就跟师母回去埔里 下个礼拜 应该讲这个礼拜六 我跟师母还要回埔里 因为他们家族的 那旁边 在我那辆 旁边那辆车子 就是我的车子 然后他的旁边 就是他们家族的墓园 因为他们每年都会有 家族的一个扫墓的一个 整个家族在那边的一个聚会 那今年 我跟师母要等于代表 他们家这边 因为很多的 他的姐妹 他们都不方便去 你知道那一年 也是刚好过年完 回娘家 然后 师母就 到墓园去 走了一趟 然后 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 你看到远端的吗 那什么 有什么东西在那边 你们看成是 三轮不是 那个是在 冒烟 然后 我就 走过去看 但是 当这个 还没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你知道 我们在这个地方 来来回回 这边有很多的 当地人 骑着摩托车 那 我们就问他说 那 有关系吗 因为他们讲台语 我就问他 这样子有没有关系啊 然后当地的 来来回回很多 骑摩托车的 就讲 那没关系啊 烧杂草啦 因为再来就是 清明节了嘛 所以有人就把这个 杂草烧一烧啦 没关系啊 他就跟我这样讲 然后就过去了 后来我讲说 如果按着他这样子的讲法 我也不用管他了 可是我里面觉得有不安 我需要探究一下 到底他怎么回事 我就往前去看 你就看到 这个状况不是没关系啊 你知道已经从山下烧到山上来 再过去这整个木源就烧起来了 你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整理 整个都是像这样子 很干燥的那个杂草 你知道那个火苗一飞过去 然后 当然 很多鸟就开始在这边聚集了 他们不是要来烤焦啊巴的 因为你在烧草的时候 很多东西会跑出来 什么东西跑出来 那个草里面的昆虫通通跳出来 所以很多的鸟就在这边吃 可是我发现那个火焰 几乎要烧到上面的什么 电线啊 这怎么没关系 我觉得就不对 对 赶快打119 就请师傅赶快打119 后来 119 你看好久 因为那个路是很小 后来好不容易他们车来了 就把它扑灭了 如果那天 我也把它当作没要紧 我也可能就这样开着车后就回去了 然后之后我们看到新闻什么 保利 灰烧山啦 你就看到这个新闻就是 上那天晚上 晚上的新闻了啦 可是还好 就还没有跨越那条道路的时候 消防队员就来把它扑灭了 所以 我们需要很敏锐于 当然环境是一件事情 可是 我们也需要敏锐于当下 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作为 如果我不是去 再去探究一下 我靠近去看 就发现不得了 原来它真的在三角下 本来是烧一堆的杂草 可是没有人管控 所以从三角下 你知道它这个山坡是非常高 几乎大概我们有 我们这种大楼 大概有六层楼的高度 它下面整个是种那个 你知道什么叫做 美人腿 埔里很有名的美人腿 角白笋 下面就是整个角白笋的田 然后它就在田边 就把一些杂草 它确实也是为了要整理 可是那时候烧的时候 有点太大意 它没有管 然后就让这个火 就沿着山坡一直从下面 烧烧烧烧上来 你知道已经烧了大概五六层楼高 到了这一个路上 它即将要漫过这一个路 就到了这个坟地 你知道坟地上其实我没有拍 那时候坟地也是没有整理 你说还没到清明节嘛 所以整个杂草也是非常的浓密 如果那个只要新火飘过来 你知道那边就立刻找起来的 那那边就不得了 整片这个墓园全部大概就要烧光了 所以我们在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抓住 神在当下要我们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比喻 要门徒明白 可是更深入的心意 我们必须求问 当我们求问神的时候 神向我们说的时候 我们还要有一个心智 要去回应他 如果你不回应 接下去的 神也就不用告诉你 因为告诉我们 我们也没什么作用 所以这一段经文 主将他的话 就像那个种子撒在田里 那样子的一个撒种比喻 这段描述的是什么 耶稣讲解给门徒听的时候 就说什么 神把道如同种子一样 撒在人的心田 然后这段经文 他就谈到 人的心田如何回应神 这就是撒种比喻 最主要的主宗 所以非常重要 然后耶稣说 撒种的出去撒种 当然就是预表他自己 就是那个撒种的那个人 种子就是代表神的话 因为他在讲神的道 然后总之是有生命的 他能够生长起来的 所以神的道是活泼 长存的道 神的道不是死的道 我们不是听一个道理而已 神的道是活泼的 他可以浇灌我们的心 给我们养分 同时也会帮助我们 去除一些杂质 所以神的道是 像两人的利剑 可以赤入人心 剖开 将一切施欲 然后神的心思意念 变明 种子需要落在田里面 才能够成长 那重点是 我们是怎样的田 整个比喻重点就在这边 你用怎样的田 来承接这个道 它的结局就是很不一样 阿们 那到底我们有怎样的田呢 就接下去耶稣所解释的 那 第一种田 就叫路旁 路旁的心 就是路旁的心田 耶稣所说 这样子的心田 还没有长就被夺去了 秒就来什么 你看连那个火烧这样子 那些炸蒙啊 什么昆虫飞出来的时候 哇 一群鸟就冲过来 他们不怕那个火 你知道吗 就 空中就把那些昆虫就吃掉了 哇 那天饱餐一顿 而且呢 那个 吃到的都还有BBQ的味道 今天我们楼下的 英文堂的那个义卖是BBQ 所以 跟大家预告一下 路旁的种子 如果你是路旁的心 总之掉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就刚刚我们看到的 有没有看到的田梗吗 如果 在那个田梗上 掉下去 鸟就把它吃掉了 而且田梗是很硬的 当然落在旁边田里面的 那就是很棒的 而且 看起来这一片田还不错 长得蛮肥沃的 第二个 土浅石头地 土浅石头地 就是土壤的部分很浅 但是它很多石头 它会很快的就 长 但是呢 太阳一晒 根没有办法扎下去 就枯干 这是第二个 耶稣所讲的 第二种新田 第三种新田是什么 荆棘的田 荆棘的田 可以长 但是长出来 却不舒畅 为什么 因为跟荆棘在抢 而且荆棘会抢它的养分 所以最后怎么 就挤在荆棘的 虫中 它长不大 也长不好 最后有一种田 叫做 豪土的新田 然后它就可以结石 丰盈 三十倍 六十倍 和一百倍 那 如果是这样子 第一种田 路旁 路 所代表的就是人来人往 我们的心 就如同这样子的路 走来 走去 走来 走去 然后飞鸟就象征的是 撒旦就把这个种子就吃掉了 路 是连接人事物非常快速的地方 但是它没有办法停留 有没有人喜欢站在路上 路是帮助我们要去到一个目的地的地方 你到达那目的地你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 可是你不会停留在路上 路也代表是非常繁忙的地方 不容易安静下心 这样子的心田会被仇敌掠夺了 所以 听见神国道里的 就如同 这样子的比喻 他说不明白 神就 神说就向二者来把这种子 就 偷掉了 就 夺走了 所以 太多的属世的人事物 如同那个路一样 让我们无法在神的话语当中 静下心来 反复思想 这就是路 所代表的一个情境 这样子的人不容易把神的道存留在心中 第二种的田叫做土浅石头地 它稍长就枯干 然后耶稣就解释 什么叫做土浅石头地 是代表这地是没有被根过的 它有很多的石头 没有离过的田 基本上不生 所以 这样的种子 掉在这样子的土浅岗当中的时候呢 就是相当的浅 根也很浅 所以 耶稣就说 这样子的人 没有办法 把神的道 生根下去 所以它容易被外在的感情 环境 影响 它就 失去了 好的时候就欢喜 环境好的时候就 高兴 但是一旦遇到挫折的时候 它就 很快的就会转离 这就是有关于土浅 石头地的状况 太阳一晒 所代表的就是 逼迫 患烂 苦境 临到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像根扎生的 它有足够的水分的供应 它就能够支撑 让它度过那样子的艰难 所以这样子的人的灵命 是比较浮浅的 它没有根 经不起一些的打击 第三种是荆棘从中 荆棘代表是什么 耶稣就解释了 什么叫做荆棘 耶稣说就是 私虑仇凡 它是有心的 它也愿望神的道进来 但是它的里面 这个心田是充满着荆棘的 代表的就是 私虑仇凡 钱财的迷惑 各样子的私欲 在它的里面同时存在 这样的存在 使它就没有办法 专一去长 我们信了主之后 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们的肉体私欲 不是别的 就是肉体私欲 仇敌也透过这肉体私欲 跟神在竞争 所以罗马书就提到说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 这取死的身体 因为在我里头 有什么 有两个 一个是从肉体来的 私欲 另外一个是从圣灵来的 圣洁的道 可这两个在里面相争 请问谁会赢 如果这种状况 谁会赢 不一定 你不要太看清你自己 重点还是在你怎么决定 曾经有人用一个故事 还记得吗 故事是要让我们明白的 还不明白的 他说 有一个人带着两只狗 一条黑狗 一条是白狗 这两只都是 斗犬 然后呢 他就游走在很多的乡村去 比赛 让别人下注 今天来到了天母感恩堂前面的这个市场 他就什么 开市了 然后来来来来 那个老顶就老咖 阿公就阿嬷 阿伯 反正你就知道 那种素质就是这些 他就是要大家赶快过来 然后 邀一些伴来 然后开始下注 他们就赌 今天是黑狗赢还是白狗赢 那你们猜 因为刚开始都没有人准 因为没有人知道到底黑狗厉害还是白狗厉害 我告诉你 这边的就赌黑狗赢 然后这边的人就什么 就赌白狗赢 刚好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这人是长青 因为不知道谁的水平比较高 没有资讯 这场比赛呢 你知道谁赢了 黑狗赢了 然后呢 主人 那个狗的主人就说 那个老板就说 今天是一赔一 所以呢 他把这个赌白狗赢了 这一边收了钱 就赔给这一边 他说我明天还会再来 那你就想说 哦 有没有资讯啊 哪一只比较厉害 然后呢 隔天来 又开市了 然后更多的人来 好 这次下注 他说 一比二 一赔二 然后呢 就开始下注了 请问赌黑狗赢得多 还是赌白狗赢得多 因为有一些人是昨天没有来的 对不对 他想说 怎么看起来那个白狗很壮啊 所以 新来的都赌什么 白狗赢 然后昨天有经验的人赌什么 黑狗赢 今天是什么 一赔几 好 狗一开始 比赛 你们猜谁赢 你们错了 你们不会做生意 我跟你讲 还是黑狗赢了 然后呢 结果 这边的钱不够赔 老板还要倒贴 对不对 赔给他们什么 一赔二 然后老板说 这么感恩啊 我明天再不再来 人家就觉得说 你这个老板很傻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底细了 黑狗很厉害 对不对 然后呢 就 全村的人几乎都来了 这个石牌地区的人 从捷运站一直到 那个 邓心医院那边 所有的人通通都知道 都跑来这边来什么 下注了 好 这场下注 大概都有充分的资讯 都会赌什么 哪一只赢 结果比赛 哪一只赢 嘿 你们这会做生意的 就知道答案了 可是 结果 很无奈 对不对 怎么会是白狗赢呢 我们两天都是黑狗赢 怎么会是白狗 今天是白狗赢 然后就全部输了 老板赚很多 对不对 他虽然第二天赔了一点 对不对 可是第三天通通的回本 为什么 几乎全村的人通通的压什么 黑狗赢 而且还压更多的钱 第三天是一赔三 所以 想尽办法 家里没钱的 也要去借 压更多 想要 捞更多 结果没想到 统统共沽 老板 通杀 就赚了 然后 有一个年轻人 就很不服气 老板 你作弊哦 这个君如牧师 就那个年轻人 就开始 追了老板 说 老板 你立即有作弊 你是老千 他说 老板说 我狗都在这边 我都给大家看得很清楚 你们下注的时候 我也没有任何 做什么手法 然后他一直追着他 追着他到他住宿的地方 他说 老板 你如果不给我一个讲法 我绝对不让你走 实在忧不过 然后 老板就知道 反正他要走了 因为他都一个村 一个村 是骗的 然后 好了 我跟你讲 他说 第一天比赛的时候 他给 黑狗吃饭 白狗就饿他 不给他吃 然后第二天 他一直给黑狗吃饭 但是吃了不多 但是 白狗 还是不给他吃饭 然后比完之后 回去之后 就把黑狗 完全 不给他吃饭 也不给他喝水 然后 给白狗 吃好料 养足体力 所以第三天 怎么 就翻盘了 对不对 这在讲什么 牧师 你在鼓励赌博吗 我没有要你们赌博 这个比例在讲什么 你为谁吃饭 他就会有力量 这个道理很简单 对不对 你为白狗吃饭 白狗就会有力量 你喂黑狗吃饭 黑狗就会有力量 如果这样子的道理 那么简单 那简单讲 情欲 跟圣灵在交战的时候 你站在哪一边 那一边就会比较强 你懂意思吗 你如果站在圣灵那一边 圣灵就会得胜 但是你站在私欲那一边 私欲就得胜 重点在于你站在哪一边 这样有没有道理 你就知道那就是一个选择 在荆棘 从中当中的时候 私欲 各方面我们肉体的东西 都挤在那个 这个田里面 但是 始终我们是没有办法 胜过这个私欲的 因为人的肉体的倾向 是比较体贴自己的 阿们 但是这个不好 但是圣灵 他会管制我们的肉体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 圣灵那一方 他就会帮助我们得胜 阿们 所以我们要来 靠着神来得胜 那所以你看 他就因着 这个脊柱的关系 他就没有办法 结出果子来 但是神说 他的道像 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利剑 的剑更快 甚至灵与魂 骨节与骨髓 都能够赤入火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其实神的道 是有能力的 所以你要选择 站在神那边 圣灵那一边 让神的道工作 还是要站在 私域那一边 然后你的 就 这道就会被挤住 你就没办法 活出那个 果效 好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 跟旁边的人讲 我们一定是要当 好土的啦 因为你不当好土 告诉你 你连结石的机会 都没有啊 前面三种田 三种新田 都没有办法 结任何果子 只有好土 好土才能够结果子 所以好土 基本上它有 不同的好土的成分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好土可以让神的道 扎根下去 然后这个田 也有足够的养分 然后去让这个道 长大 所以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 一起来念 所以凡听见我 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 磐石上 听 又去行的人 就是你把神的道 欢喜 接受进来之后 你又站在圣灵那一边 与神同工的 这一个人 他就是 一个聪明人 你的房子是盖在磐石上 当考验来的时候 有地震 你还站立得住 有大野狼来 三只小猪 还记得吗 如果不是 石头的房子 稻草房 它一推 木板房 它一撞 请问有没有存在 最后都跑到 租小地那里去了 对不对 它所象征的是 它扎扎实实 把房子盖好 可是如果我们 贪图快速 你知道最后的 大野狼来了 地震来了 我们存留不住的 唯有详细 查看那全被使人 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的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所以豪土的重点是 这样子的心田 是有听进来 而且他还可以去行出来 Amen 节食就是让神的话语 从我们身上 能够活出来 它就是节食的意思 有一百倍 六十倍 三十倍 心如果对了 在爱的度量上 仍然是有差别的 要留意是吗 就是我们的心田是对了 神的道可以进来 可是也有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不同的差别 神的差别不在道 因为道是神的道 神的道绝对都是一样的 但是落在不同的田 虽然你都是好土 可是这个田 有承接三十倍的田 有六十倍的田 有一百倍的田 这个田可以使 在我们里面神的道 活出到什么样的光景 那我们怎么样去思想 那你有看到 我们的责任的部分吗 如果心田的准备 都要怪在神那边 那我们就完全不用 负什么责任了 对不对 但是神说 这心田的准备 却是在我们 你怎么预备 你的心田 你可以是三十倍的心田 也可以是六十倍的心田 也可以是一百倍的心田 但是更糟的人 有人的田里面 充满的是荆棘 那也有人是路旁 也有土浅石头地的 所以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倍数多少 就看我们预备的多少 这个道理 只在天国的比喻当中的 第一个 才只是开始而已 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 我们这样预备的时候 我们的果子就会结出来 最后耶稣用这句话 告诉他的门徒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好土的心会结实风云 可是我们怎么样的回应 我们都是好土 可是好土还是有区别 看我们怎样回应神 吉伯来说第一章第二节说 就在这末世 神借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 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 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耶稣基督就是那道 他把自己写明在我们中间 但是神要我们 有属灵的耳朵 来分辨 来听 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 神的国是这样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 一起来念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少了 我们低头来祷告 主我们今天透过这话语 再次来查验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心田 看我们到底在这样子的比喻当中 我们又是怎样的光景 但主你要我们得胜 你要我们在领受你生命树的果子 并且你要我们得到丰盛 因为你说你来要使我们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主你绝对不是要我们像草木和街一般 主你也不要我们的生命像荆棘从中 无法结果 更不是那土浅石头地 也不是掉在路旁 主帮助我们的心思一面 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沉浸在你的面前 思想你的话语 也让你的道 长存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让我们心田 再次遇见天国的种子 能够发芽结石 主啊求祢赐福 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领受这样子的恩宠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当蚝土遇到天国的种子 你看到它就会结果子 这是生命当中自然的律 可是如果这个种子 不是落在这个蚝土里 那我们就看不见后面的这样子的光景 我们羡慕吗 耶稣常常用这样子的比喻 告诉我们 你看三十倍六十倍 你知道一亿的种子可以结出这样子 你看那个穗抽上来 上百粒的骨子在那个地方 你们发现 长得不一样 但是如果我们是预备好的好土 它就 结石累累 阿们 变成赐福我们每一个人都结石累累 我们借着诗歌来回应神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让我们有个永存的根基 在未来建筑面的时候 或者遇到一些考验的时候 我们还是能够永存 一种事业 你我都可以 借着生命 有限的水月 建立在永恒 建立在永恒 无限的未来 有一种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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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都可以 借着泄荣 必修的今生 偷笑在永世 偷笑在永世 不朽的天国 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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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一生 为真理燃烧 让我的努力 在永恒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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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一生 为真理燃烧 让我的努力 在永恒里 祝福那美好永存 永存的恩 祝福那美好永存 祝福那美好永存 祝福那美好永存